哈喽,大家好,我是倩玲 哈喽,哈喽 今天我们来跟 今天我开LUB呢 就要跟大家聊聊 嘴唇那一件事情 有没有看到旁边的 有那个一直 那嘴唇一直在闪亮亮的 对不对 然后 其实 你们最喜欢 我们五官 是不是 到底我们最 到底你 不是我们 到底你是最注重 是哪一个五官呢 啊 来 可以进来聊聊 今天真的是收集了很多资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yes OK 我们现在online了 哈喽 如果大家在听着我的LUB的话呢 都可以可以comment哦 OK 我关小声一点 那个声音 啊 其实这一个 是不是 让我们来聊聊 嘴唇那件事 这样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 有没有 遇到嘴唇的那个烦恼啊 其实我有去search 一下 之前我再分享这个live的时候 是不是 就去分享五官里面啊 谁最注重是什么啊 不过我跟你讲 其中有一个 我以为是眼睛 你知道吗 其实眼睛也是有排名的 眼睛是排名第三 然后第一个居然是嘴唇 唇型啦 嘴唇的滋润度啦 都会影响整体的那一个first impression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哦 原来 不是我一个觉得嘴唇很重要 因为 我本身不是很注重于保养那些 不过我跟你讲 我是很注重于嘴唇哦 因为我觉得嘴唇很重要 如果 我的嘴唇有裂 或者是干燥的话 当我吐起口红起来 我就觉得我的口红不是很美 这样大家有没有 类似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lips啊 哈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呃 太干过度啦 然后我们用手去buck它啦 然后太干过度啦 我们是用舌头去填它啦 然后太干过度 你看 那个第三个照片下面那一边 它其实已经是在那个慢性发炎啊 发炎到那一个嘴唇的皮啊 都已经脱出来了啊 所以其实 嘴唇保养是不是有三大的机会 三大机 就是平时我们不经意的举动 是不是都会伤害到我们的嘴唇的 哈 这一个我觉得相信大家都要记起来 第一个是什么 甜嘴唇 有时候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嘴唇感的时候 我们很下意识的 我们就会 去填我们的嘴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觉得 当我用我的口水去填我的嘴唇的时候 是不是 我的嘴唇会得到比较滋润 就没有这样感 哎 不是的哦 当你用我们的舌头去填我们的嘴唇的话 是不是 它其实会让我们的水分蒸发的更快 哦 原来是这样的咧 然后会失去更多水分 当你一开始去填我们的那个嘴唇的时候 是不是 这样子我们会觉得 当我们填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短暂的 好像有滋润这样 不过是不是 你会越甜越多吃的 你会这样 你会这样 你不经意的 不过你会觉得 好像越甜越多吃这样子 嘴唇咧 就是 这一个肯定就是吃货 我的mentor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还有 就是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细菌 在我们的那个嘴唇那边 所以我们的 如果你干的嘴唇的话 是不是 你再填下去它就更干 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 撕嘴皮 啊 当我们的嘴皮 我们的嘴唇脱皮的时候 我们很下意识的 有时候跟人家讲话 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啊 在车等人还是这样子咯 我们会不至今 我们就会 撕一下 这样子 当我们 这样子去撕我们嘴皮的时候 很像就是第一张照片这样子咯 它就是 让我们的那个嘴唇那边 慢性发炎 这个是唇部的炎症性疾病来的 然后你这样子撕 它就会有成那个SCA咯 这个就是慢性发炎 这个是唇部的炎症性疾病来的 所以当你有SCA过后 你还会不会再去撕它 你应该不要哦 因为越死越伤啊 就会流血啊 这个全部我都经历过了 这个全部我都经历过 所以我本身有用护肤的那个去角质的那个唇 护唇膏啊 类似这样的啦 然后那个护唇膏是不是 是不能每次用的 那个去角质的 它只能一个星期里面的 你用一到两次啊 一到两次就足够了的 你不需要用多次的 不过如果我们的皮肤感觉很干燥 一直脱皮的话 这样怎么办 我相信很爱美的人 是不是绝对都是用过那个去 那个嘴唇啊 去角质的那个膏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干液的那一个 嘴唇是不是 是很痛很痛的 有经历过的人就懂 因为我有经历过 我应该是生了第二胎了 在怀孕的时期 我甚至是不是 那时候跟Juseline啊 我们一起在台湾 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第二胎 我们在台湾去旅行的时候 那边的天气太干燥了 差不多冬天啊 所以我的嘴唇裂到流血那些 我就当在台湾那边 就买了那个润唇膏 不偏捏 百多块哦 不过是natural的那个成分 百多块 然后我用了真的是有效 不然的话 我就是用水啊 去dap它 或者是我用普通的那一个护唇膏 其实真的是保护不到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所以哦 那就遇到了这个去角质的那个 可以帮助到 所以尤其在寒冷的干燥天气下 去角质可以清除柔软 我们的嘴唇上的干燥实皮 所以这边也有写着 切记适当就好 不能每次用哦 不能每次用 OK 适量最好 这样其实啦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皮 我们的嘴唇 是不是跟我们的皮肤一样的咧 我们的嘴唇跟我们的那个皮肤一样的哦 都是需要呵护 都是很脆弱 然后需要保护 也会发炎的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的嘴唇 是不是是最容易暴露我们的年龄的 啊 不是眼睛而已哦 很多人就觉得 哎我要保护我眼睛啊 那些细纹啊 那些啊 就不会暴露年龄 其实嘴唇也是会暴露我们的年龄的 因为有时候啊 我们太干燥我们的那个唇纹啊 很深 就有时候看起来就不好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嘴唇 是不是我们的嘴唇的那一个皮肤 是不是是三到五个层 三到五个皮肤层吧 而我们的肌肤是不是是十六个皮肤层的 哈 所以通常我们会买脸部的护肤皮 对不对 你会买洗眼霜啊 你会买防晒啊 你会买滋润膏啊等等 不过很少会去买 关于我们的嘴唇的产品的哦 对不对 有没有有没有 有的话可以comment哦 自咬嘴皮 是 有时候会自咬嘴皮 这个也是one of the reason 所以如果我们的嘴唇 是不是长期处于这样子 不良的状态的话 这样子我们又开始去呵护了 比如说 怎样呢 比如说就是我们长期戴口罩 我相信 现在 每一个人都必须戴口罩 出去外面就要戴了 甚至我们不是戴一个 layer 我们是戴 double layer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就会摩擦摩擦到 有时候我们讲话嘛 我们就会摩擦到 所以就会导致到我们不只是皮肤损伤 我们的嘴唇也是会有损伤的 另外就是 当我们遇到干燥的天气 多风或者冷气的环境下 我们也是会有那个 嘴唇干燥的问题的 然后还有就是 喜欢吃辣的人 还有高原的食物或者是味精啊 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 你们会觉得是不是你吃完了过后 是不是你的皮肤特别干的 或者你觉得你口渴 那你要喝多多水 其实我们的嘴唇也是需要补水的哦 啊 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知识啊 对我而言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 时常有甜臀咬唇等的不良习惯 啊 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 我们不注意的 我们就会在想东西是怎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咬着 或者是我们就会舔 给我们的嘴唇滋润一下 这样子其实我们要怎样的去 保护我们的嘴唇 啊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 怎样保护我们的这个 Kidsable leaves 我们的lips很重要的 我们的lips也需要take care的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incentive leaves care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的咧 它有三个很主要的成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Gamma PGA 它是高效滋润 然后它有那个高效滋润的透明酸 是不是一百倍的效益啊 然后增强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 所以你用着的时候是不是 它就好像保湿保湿这样子咯 然后镜子照的时候啊 你会好像bling bling这样子的 你的那个嘴唇 然后它可以抑制自身的透明酸酸分解 哈 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第一个 Gamma PGA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一个就是叫做 增叶櫻桃提取物 增叶櫻桃 就是高抗氧化剂有效来源 它富有vitamin C还有保湿多塔 能够帮助降低黑色素平衡 还有黑色素水平 还有透露出粉嫩的自然唇色 什么是自然唇色 就是我们很适合我们自己的 那个唇的颜色来的 就比如说当我们一醒来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做激烈运动了 过后我们休息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唇是最自然的那一个颜色来的 所以这一个是不是可以有效帮助 什么降低黑色素平衡呢 因为你相信啊 很多人都是会有画口红的 然后很多人的口红 是不是当他卸了妆 是不是就会有黑色的沉淀物 我身边就有很多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在寻找一些 可以降低他们的黑色素生长啊 甚至有些是那一个口红的 那一个质量不是很好 然后他会把当你没有打一个 base 涂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 然后又没有好好的去卸唇妆 啊 没有好好的去卸我们的唇妆的时候 就会导致黑色素沉淀了 啊 这个很重要哦 然后我们的这个可以帮助到耶 哦 记得啊 这个叫做真叶樱桃提取物啊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就是橄榄角沙圆 啊 这个这个 橄榄角沙圆 有没有读对啊 它具有非常高的滋润性 以及独特的保湿剂 所以适合我们的酸醇 有志于加肠和回复我们的皮肤 水分屏障 还有防止水分啊 持续流失 所以当你一用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嘴唇是很滋润 很保湿 是水水的 水嫩水嫩这样子 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跟你讲 你要怎样保护你的皮肤 其实很简单 你看是不是很美 啊 它是这样子的咯 很简单 就是三个step 然后需要你三秒钟 第一个就是 你先画这个 一 二 三 就是三秒哦 再看你多一次啊 三秒啊 一 二 三 就是这样子吧 三秒钟 就可以把我们的嘴唇保湿照顾好 然后让它可以 然后一放下去 你会觉得很舒服 然后你的那一个干燥的地方 紧绷的地方 立刻得到疏解啊 啊 啊 它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啊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啊 里面有看到的啦 不过它是透明颜色的啊 我给大家知道 所以它是很美的 你涂上去它就会好像有防光 防光这样子了 我们的intensive lip care是适合每一个人使用的 你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而且孕妇也适合的 很多时候我们孕妇 那时候我怀孕我孩子的时候 我嘴咪是最厉害的 所以要找适合我们的那一个唇膏或者是护唇品 孕妇天然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准妈妈们你们都可以用哦 然后你就可以瞬间的得到 换解我们的那个干燥的嘴唇了 是不是很好嘞 所以这一个新的产品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都可以找我去拿最新的资料哦 这一个产品是刚刚launch罢了 如果大家要的话 就要快快的grab 因为我知道公司那边备份有promotion 是limited to几百套 我忘记了 不就是有limited几百套 如果要的人就要快快下单呢 是期待我的见证 是 孕妇天是最了解我的 因为他整天看到我的皮肤脱皮 我的嘴唇脱皮 然后我的手啊 有时候就是 巴巴巴巴 因为怎么是很难搭汗啊 那个皮一个 那个皮会 会 会 翘出来这样子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找到救星了 OK 所以大家也期待我的见证 大家如果觉得这个live很好 你想要分享给身边的人 如果嘴唇有问题的人 想要保养自己的嘴唇的话 立刻马上去like and share OK 好的 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